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来画三角龙的后肢 三角龙的后肢首先非常的粗壮 它粗壮程度远出于它的前肢 它的重点就是它的脚 然后它的脚上有四根脚趾 这四根脚趾平时基本都是踩在地面上的 但是第一根脚趾要稍微离地一点 所以第一根脚趾在脚印上的痕迹往往要浅一些 所以在画的时候可以把这第一指表现成一种 不是踩得很实 轻点地的这样一个样子 就是它里边的第一根脚趾 然后另外三根脚趾是非常粗壮 然后末端有比较顿的这种蹄状的指甲 如果大家从它的脚的下方看 它的四根脚趾的排列顺序就像这样 它的第一根脚趾踩地面上的承动能力要弱一些 另外三个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构 一起踩在地面上支撑它的后腿 然后此外它的脚趾下方有非常厚实的这种肉垫 在这个四根脚趾的后方可能还有一个肉垫 这个肉垫固同支撑在它的脚的后方 这些从画石上也可以看到 它是四根脚趾非常的短粗 然后后边有一个像肉垫一样的凸起结构 知道了这些解剖细节之后 我们就可以动笔来画三角龙的后织了 我们就可以动笔来画三角龙的后织了 我们就可以动笔来画三角龙的后面 到了 cer了 完成地上的就是三角龙的后面 我可以动笔来画三角龙的后面 在你看三角龙的后面 你一直在后面会关闭着 你看三角龙的后面 温暖来自走作与 上禁止东西里面 然后就有一点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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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